接近的价格 两台高性能电动车摆到你面前 AKI 你会怎么选 他们都有着极简的设计风格 性能都很强大 跑得都很快 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同 高性能电动轿车这个命题作文 吉星和特斯拉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卷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吉星2和Model 3各自有哪些优势 哪一台才更适合你 Model 3虽然线条很流畅 但它并不是耐看型的美女 而且最近真的是满大阶都见 有点审美疲劳了 销量放在这里就很说明问题了 如果它不耐看的话 会有这么多人买吗 那是因为之前这个级别只有Model 3 没有其他车 现在有了吉星2了 我觉得这个吉星2看着比Model 3要高 而且它乍一看有那么一点点跨界车的感觉 虽然是高了门一点 但是整个车看起来还是非常紧致 很有力的感觉 而且你看这个 无框的后视镜 降低风阻的同时还更好看 而且它的尾灯也是有非常漂亮的点亮效果的 很有辨识度 下面我们来进行一个小挑战 当我们坐进一辆不熟悉车的时候 首先要调整驾驶坐姿 其中包括方向盘角度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两台车的方向盘 从一个极限角度调整到另外一个极限角度 分别需要多少时间 吉星2的传统方式可以迅速的完成方向盘调节 而Model 3则需要进入中控屏幕的方向盘调节界面 然后再通过滚轮电动调整 快要跟某F1车队的换胎速度一样慢了 你这个挑战太针对特斯拉了 所有人都要拿特斯拉调方向盘这个事情说是 明显没有剩算的嘛 这怎么玩 我只是想通过这个环节说明一件事情 有些东西就应该怎么好用怎么来 而不是刻意为了不同而不同 否则就成了化蛇添足 你看Model 3的内饰设计就是一个极简的风格 我几乎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在中控的这块屏幕上面操作 而且你看这个流畅度 这个清晰度都很棒 但有一点我要小小吐槽 就是这台车它的语言控制系统 比如说我现在按下去之后 我冷了 他竟然把控场调到了最低端上 他冻死你吗 对我也觉得他是想冻死我 你知道吗 而且你刚才说到极简 你这个车的内饰的极简真的就是偷懒 就跟一个毛坯房一样 顶多算得上一个简装房 只有极简没有设计 我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极简设计 好啊 在同样让人觉得很清爽的前提下 看看这个内饰的层次 看看这些材料的质感 而且更重要的是极星要的内饰用的都是环保材料 这也说明极星把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理念用到了每一个细节上 你就吹吧 不过我觉得这个挡把设计还挺有意思 挺有设计感的 对当中还有一个极星的logo 而且它当中是镂空的手指可以这样插进去 这才叫设计 既精致又有美感 而且抬头往上看 天窗这里还有一个极星logo的倒影 有情调吧 有情调有情调 前面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手机无线充电的面板 你的model 3没有吧 没有 而且这还是一个带角度的设计 嗯 拿取非常的顺手 很贴心 嗯 极星2的这个车机也是非常简单易用 而且它的主界面四个区块非常的大很清晰 刚才model 3的语音控制很让你崩溃吧 有点的 来试试极星这个 你好极星 在呢 我冷了 温度里调整只得21度 你看看 它就只把我这个区域的温度调到21度 你还是20 而且同样是我冷了 刚才特斯拉把你的温度调得更冷了 而极星2从20度调整到了21度 它温暖了我 嗯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车的实用性 先来体验一下后排的感受 首先是这辆model 3的performance 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它的后排 座椅位置会来着比较低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那种坐小板凳的感觉 而且这辆model 3的performance 虽然说它的后排三个位置都是有座椅加热功能的 但是却只能通过前方的中控屏幕里面来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这两个后排乘客就没有办法进行后排座椅加热的调整了 要不是他前面告诉我我都找不到后排还有座椅加热的 来到极星2的后排第一感觉是它的坐姿会比前排更高 前方的视野通透度会更加好 而且座椅高了之后它也就不会出现像model 3那样做小板凳的感觉 那李洋老师可能很多的网友都会有这个疑问 电动车它有没有传动轴 那为什么在后排中央还是会有一个鼓起呢 其实这个下方是藏有电池的 那这件事情我们要两方面来看 虽然说它会影响中间乘客的乘坐舒适性 但是它也非常巧妙的利用空间增加了电池的容量 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极星2的座椅材质很特殊 这种叫做VTEC的材质是一种环保材料 它也是一种功能性的材料 透气防水不容易脏 生活中我们可能会不小心把饮料撒在座位上 极星2的座椅可以非常轻松的就把饮料擦掉不留痕迹 来 各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两台车的后备箱空间 首先是Model 3的 哎呀 你这还是手动开启的 怎么了 看我这个 从容优雅 这怎么了呢 Joe 我跟你说你看看 不是还是Model 3的后备箱空间来着大吗 我的极星二厨空间也不小 而且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竖起来的盖板 这边还有固定行李的袋子 这边还有两个挂钩 对于各种尺寸各种样式的行李 特别是小件的行李特别友好 非常的贴心 为了说明这个隔板的重要性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小挑战 我准备了两份鸡蛋 我们等下来带蛋跑个山就知道效果了 我跟你说这辆特斯拉Model 3的performance是真地快 是真地快 你看只要在出弯的时候 只要你敢给油 真的就像一个导弹一样发射出去 而且在收油的时候 你能很明显感觉到它的那个尾巴非常的灵活 有那种灵动的感觉 很乐于去转向过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performance版它是有赛道模式的 所以它可以完全把扭矩直接扔到后轮 关掉ESC之后就能当一个飘移车来玩了 多好玩 还飘移车你会飘移吗 我可以选吗 对你这个前后扭矩的调节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前后扭矩调节 它只不过是把前轴的电机的输出调小了 并不是说后轴的电机输出就会变大 不是说集星做不到 只不过是造车的理念不同而已 不过我跟你说 这辆特斯拉Model 3的performance 它的加速的确是很快 但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山路 它的下坡路段比较多 你刹车它的热衰减 我感觉还是比较明显 到后面明显感觉这个刹车的制动力度没有那么够了 而且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在赛道上测试特斯拉Model 3的时候 那个刹车掉粉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我好像没有在哪一辆原厂车上见到过那么严重的刹车掉粉的情况 对我还记得你回来之后特别跟我吐槽了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强烈建议那些已经买了Model 3 Performance的玩家 你在跑山或者是去下赛道的时候一定要换一套高性能的刹车片 给予你刹车一个强有力的制动力 那这个performance玩也玩够了 咱们换到Postar 2上面去体验一下 拜拜 换到这辆极星2为了对比刚才我也开了那辆Model 3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辆车它在弯中的表现比Model 3要更平衡 不会像Model 3那样特别容易出现转向过渡 当然它也不会特别容易转向不足更精确也更紧致 就是这辆车它特别的像轨道车 那极星2的刹车质感也比Model 3来的要更好 尤其是在连续大力制动之后的衰减情况明显要比Model 3好很多 那么我们这台车是选装了这个高性能套件的 其中就包括了Brembo的高性能卡钦以及打孔的制动盘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凸显出它的价值来了 其实你看现在你带着我在这个沙路里面这样弯弯曲曲绕 我觉得和Model 3的Performance对比最明显的一点感觉就是 这台车它在弯中的支撑性会来着特别的好 因为这台车它有电堂级的减震器OLIS 而且是22段可调的双流阀减震器 那么多22段 对而且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前8后8这么样一个设定 这个设定还是相对比较偏向于日常使用的 我们在赛道上会把它调到前一后三 那几乎是一个最硬的状态 那个支撑性还要好 而如果你想要舒适 原厂给出的建议设定值 那是前18后20 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悬架的设定 所以就是盐多了糖少了 还是糖多了盐少了都可以自己来对吧 对这就是可以手动调节的脚牙逼震的这么样一个好处 还听上去挺赞的这个钱花了值 跑山的时候我们都会频繁刹车 但是电动车我们都知道它可以有一个类似于像单踏板一样的操作 就是你可以把动能回收的这个力度是可以调节的 那么那辆Model 3我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发现它只有低和高这两档 但是这个极星2它是可以把这个动能回收完全关掉的 就是你可以完全自主的通过你的脚来控制这台车的刹车 那你给脚油然后再松油吗 我感觉一下 你现在已经松了 那我感觉的确没有任何动能回收那种把你往前拽的那种不适感 对它这个动能回收一关闭就会像一个燃油车一样 就是很熟悉的燃油车的感觉 这在日常驾驶还是比较舒服的 对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两辆车的驾驶辅助系统 我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发现那辆Model 3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它没有选那个完全自动驾驶辅助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实话我觉得挺神奇的 因为一般性来说特斯拉的车主都会选择完全驾驶辅助系统 特斯拉的钱就该花在这个上面对吧 这辆吉星2搭载了全套的驾驶辅助系统 在刚才并没有进到这么蜿蜒曲折的山路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都在用它驾驶辅助系统 而且它的车道的主动居中保持这个功能工作的也是非常的好 我几乎不用怎么自主的打方向 只需要把手这么轻轻的放在方案板上就好了 你这个实验又针对我特斯拉 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实验说明实用性细节的重要性 一台车不仅要快 还应该考虑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场景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体验下来的感受 这辆吉星2在内饰设计以及制造工艺方面要完胜Model 3 而且它在实用性方面有很多贴心的设计很人性化 我同意你的观点啊 这台特斯拉Model 3的Performance版在直线加速的时候会更具有优势 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什么呢 这台车它可以飘移 不过在制造工艺和实用性方面 不得不说Model 3还是有点欠缺的 所以如果你单纯只喜欢直线快 那么可能这辆Model 3会更加适合你 而如果你更追求品质更注重生活细节 同时又想要拥有更加全面的性能 吉星2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Kiss out this的全部内容了 那请持续关注我们司机的自我修养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